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宣告信心的话语 有一部由真人真事 所改编的电影 名叫《冰上奇迹》 内容是叙述1980年 在美国举办的一场 冬季奥运会上所发生的事 当时与所向披靡 已经四连八的苏联队对决的 竟然是由学生选拔出 所组成的美国队 因此赛前这些年轻的国家代表 难言不安于紧张 事实上在奥运开幕前 两队已经举行过表演赛 那时美国队是以3比10的比数 惨败给苏联队 在这样的气氛中 总教练一步步慢慢地走进更衣室 带着从容坚定的眼光 对着选手们说 每个伟大的时刻的诞生 都是因为把握住每个伟大的机会 而你们的机会就是今晚这一场比赛 这一场比赛跟苏联队比10次 或许他们会赢9次 但今晚这一场不一样 今晚你们会紧紧地咬住他们 然后完全封锁他们 因为你们可以 今晚你们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 这是属于你们的时刻 现在上场去抓住他吧 总教练说完后 选手们就带着激动心情站上球场 那一晚比赛到第二节时 比数是2比3 美国队占居下风 但到了最后第三节时 他们成功抢下两分 比数变成4比3 而接下来 他们也抵挡住了苏联队的猛烈攻势 直到比赛结束夺下胜利 而且不但如此 在之后举行的冠军决赛中 美国队更击败了芬兰队 获得了奥运冠军 这场比赛被称为冰上奇迹 至今仍被世人津津乐道 亲爱的朋友 话语会带来行动的力量 得胜信心是我们里面的信念 但是说出来以后 就有行动的力量 使我们里面有一个意志情感 趋向那个行动 所以说出来 宣告出来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电影中 那位总教练对选手们 说出得胜信心的话语后 就激励了选手的心灵 点燃了他们的斗志 创造出反败为胜的奇迹 圣经中使徒保罗曾经历过失败 他也有充满惧怕压力和惶恐的时候 但面对环境困苦艰难时 他却说出了一句非常积极的话就是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 保罗不是求或是希望得胜 而是用很肯定的语气宣告上帝的得胜 和他在基督里面的得胜 保罗选择从上帝的眼光 从上帝的话语来看自己 因此他能够克服挫折失败的感觉 走出人生的低谷 持续他宣教的旅程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渴望你的人生有所改变 你就要学习不是宣告你的看法 不是宣告你的经历经验 而是宣告上帝的话 宣告上帝的看法 今天就让我们以得胜信心的话语 来开始一天的生活 上帝必顺的人生带来改变 为你创造出生命的奇迹 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